这个这个极致分别法 肯定要写上这个F对A的偏导数等于0 F对Y的偏导数也等于0 然后呢 这个A是FXX B是FXY C是FYY B方-AC 如果说大于0无极致 小于0 A大于0极小 A小于0极大 那么这个发现的话呢 就是 N呢 是等于F的FX FY偏导 E 那方向导数的最大公式呢 是什么呢 PF PL等于 FX偏导 F的Y的偏导 F的Z的偏导 CosF CosBeta CosGamma 嗯 你把点击乘进去 二重积分的这个 换源积分公式 就是 就要承证一个J 对吧 就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 他他这个东西要承证一个J 就是 DXDY 等于偏 IY偏UV 偏上一个DU DU DV 啊 就这样一个 这个要绝对值 嗯 他这个就是 PNF PN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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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NV 你脊子表的小呢 这个是Row 三元呢也是一样的 PiY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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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RU的导数 F呢 是RU的导数 点长RV的导数 G呢是等于RV的导数 点长RV的导数 UU F是UV G是VV J B C 这个点S的每个关系 然后再往下呢 是第一类曲线积分 第一类曲线积分 这个最基本的预算方式 就是它这个 表示成这个 比如pDX 加QDY 加RDZ 第一类曲线积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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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类曲线积分一般不那么写 那是第二类 第一类曲线积分一般写 那咱们写的这个 比如说F DX 这等于什么呢 嗯 基本上看T 还有α 然后比如说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那 DiDT的平方 DYDT的平方 加DZ DT的平方 加DT 这样子就基本了 大家写成这个形式 知道 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形式 大家要知道 那么第二类呢 就叫pDX QDY 加R DZ 嗯 等于什么呢 这个最基本的运算 就是 就是 这 就是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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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来一个 DT 然后呢 这个 第二类 然后呢 一二两类的关系 换在关系呢 就可以 嗯 是这样的 这等于 这就就就就就 就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 pcosα 加q cosβ 加R cos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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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sαα cosαα 这边呢 是这样的 s 就是最基本的形式吧 就是某个f 这样子 就去g 那么 他的首先就过 就是这个s呢 有上面三种百大形式 对吧 ds三种的 你们都可以用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e 加pnx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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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y 这个最常见的 那么 那么 还可以写成这上面 像之前这种 abcgf的形式 好 那第二个局面 基本呢 一个一般的形式 pnx平方 pnx平方 dx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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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 加到dx平方 然后下面一个r dx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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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 这个是这样的 那也可以换成 dx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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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pngi平右币pngi1平右币 然后这个口线再加个正负 然后高次公式的话呢是什么呢 是高次公式啊就是 嗯 第二类曲曲面积分 pngd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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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这个逼格曲面 这个是它的一个散度 散度定义的这个 STOX公司呢它实际上是对弧场的一个 这个逼格曲面的这个 弧场的这么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 p-x-q-y-r-z等于什么呢 s-x-y-z-z-z-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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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2的定型是gred f就是这个符号才那个f t2 fpx i pnfpn y j pnfpnz k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了 那散动呢 divf 这个可以点成一个 Berluscon 可以是这样子 旋动呢rot 將于这个 それ明明呢 也是这样子 对吧 嗯 类似于这个 这两个下垒下垒呢 公式 对吧 套进去 要不是这个项链 这个这个 偏导的符号是一个项链 等一下 应该算子一个项链 二百分别法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这是一个数列和一个极数嘛 如果说是极数收敛 数列单调有界 那么两个撑起来是收敛的 啊 极数收敛 数列单调有界 两个撑起来是收敛的 那迪利克莱套选法呢就是 反过来 极数 极数的部分和数列有界 数列单调去临 则 撑起来是收敛的 极数部分和数列有界 数列单调去临 这是迪利克莱套选法 阿贝尔是那个极数收敛 迪利克莱套选法 迪利克莱套选法 一直 normal数 一个 门急分收敛 另一个函数是单调有界 寻令 能扑起来 并类尽加人 这个 这个 码无心 根 scrib 根 分合合函数有记 另一个函数呢 单调距离 那么光约基本收敛 第四呢 是翻函数 地锤公式 语言公式 这个定义是什么 干嘛函数定义是什么 干嘛S是等于呢 0到正午球 E的负T T的S-E DT 没错 S大为0 干嘛S是定义是 那如果就E的负T四方 T的S-E 次方 DT S大为0 地锤公式呢 是什么呢 那么可以算一下 就是 S再加1等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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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质量 那么 地锤公式 那么 语言公式呢 但是 就是S的0到pi之间的时候 PiS PiS 等于呢 S PiS 1-S 1-S 就是1-S PiS PiS 是0到Pi S是0到1之间 S呢 是G0到1之间 S是G0到1之间 是G0到1之间 BiS BiS T的X-E 1-T 1-T Y-E DT 没错 Y-T Y-T D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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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-S C- wed 2-S D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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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必然是对应的一个coside的值,它必然对应的是什么?side的值 那每一项的值呢,要对它最大,这个an是等于π分之1,5π到πfxcosnxdx n是等于0,1,2,b是π分之1,5π到πfxcosnxdx,n是从1,2,vncosxdx,sinxdx,0,1,2 绿万尔腦F的弗力 alrededor结束也类似,也类似就是把这边就是乘0��게요 呜呜呜呜呜呜呜,这个名 keeps saying,比如说我们写的 这个就是,原来我们就… a n cos n pi x to l 那这个除以l就像一般乘派把这派弄掉 除以l就放到一个l加上b nside n pi x to l 对吧 那a n那是-l分之一 -l到l fx cos n pi x to l dx b n就是a n是等0-10 1分之一的-l到l fx side n pi x to l dx n也是从0开始的 1开始1 2 3 4 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一样 就像这边所看到的一样 那么这个一接信息发生了通解 这个可以把它默解出来 通解是什么呢 whatn e-fxdx c 加上这个积分 这个是qx e-pxdx 不努力方程 就是除以外的负二把四方 然后画圆吧 又能一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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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四方 就可以了 接班因子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这个这个接班因子就是说 所以如果说 所以说这个是p-x加q-y等于0加这个方程 如果说我pnqpnx-pnppny 除以一个p等于 就比如除以一个q吧 等于一个x的函数 那我可以取这个分音子等于 e-xp 我觉得这个是负号对吧 负的一个负x的函数 对不对 嗯对没错 我说除以q是x的函数 exp负的这个函数 反正我说偏qpnx-pnppn1 他得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 比如这个y的函数 如果可以实际上这样的 基本因子的exp 嗯 y对外的函分 这个是y 这个是y的 这个是y 基本因子好 这个主要的方法 那这个l5L公式呢 这个l5L公式呢 这个l5L公式呢 是wx w2维的这个 这个东西 对吧 哦 二阶的这个线性7次 五维防程 在这个节版的这个关系 是这样 这是207x sttttt也可以是吧 就是这样 没错 那其中这个 wx 等于什么 等于yx y2x y1px y2px 对 对 对 这行为是 超多变异法 就是 就这样一个方向球大的特解 的问题 然后我们设置的某个特解是 在cex y1x 加上呢 因为我们y2x 是对应其次的两个特解 两个特解 在两个先进五过的解 cx y2x 然后呢 就是买到这样的关系 就是c1px y1x 加c1px y2x 等于0 c1px y1px 加c2px y2px 等于0 等于呢 fx 嗯 将来公式 那这个通 这个通解的是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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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征方式 0p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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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这么一个特征方程 的这么一个结构 如果叫它 px 4q 大于0 就是呢 两个解 就是 1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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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说这个等于0呢 是两个相当的根 就是 ce 加c2x 括号 e的lana1x 如果说负的话呢 你要注意就是 负的呢 可能变成alpha 加-beta2 下两个根 那就是 e的alpha x 嗯 就是 ce cos beta1 betax 加c2 c2 betax 好 这个特征呢 这要再讨论一下了 看这个fx有什么形式 因为fx是多样式的形式的话 抄到哪 如果让它是它的k重根的话 就是 特征来就有一个样的形式 这个k字吧 原来这个 这同级的这个公司 按电技术一下 那么第二个情况是这个 取st的较大者 看这个rb是k接的 跟k中根成了k 所以它把x 然后欧拉方程 一个一个字法就是定x 那一个t字吧 欧拉方程的字法 好 这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微积分呢 还是要有比较巩固的基础 比较好 好 好